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东汉末年战争不断 老百姓四处逃亡 庄稼都没人耕种 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 再加上当时有一帮赤美军 他们像强盗一样四处抢老百姓的粮食和财物 使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痛苦 当时有个叫蔡顺的小孩 很小就失去了父亲 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虽然年纪还小 他却十分孝顺懂事 当时受战乱的影响 蔡顺的家庭很贫穷 可是蔡顺为了能让母亲吃上饭 他总能想办法找到一些可以冲击的食物 尽心地奉养母亲 而他自己却经常饿着肚子 春天小草都发芽的时候 蔡顺就到田间挖青菜给母亲煮着吃 夏天他就去小河边给母亲抓鱼吃 秋天蔡顺就去山上给母亲摘果子吃 冬天蔡顺就去树林里给母亲打野兔吃 还去松鼠窝里 把松鼠藏得好吃的拿回来给母亲吃 有一天蔡顺去河边抓鱼 可是过了大半天了 一条鱼也没抓到 他非常着急 怕母亲在家挨饿 于是他就往家走 准备再想别的办法 他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片桑树林 他看见桑树上结满了桑圣 蔡顺高兴极了 于是蔡顺就摘满了两个口袋 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从那以后 蔡顺每天都去给母亲采桑树吃 在采摘桑树的时候 他发现有的桑树是黑色的 有的桑树是红色的 而且他还发现 黑色的桑树要比红色的桑树甜得多 香得多 于是他每次去采桑树时 就拿两个篮子 一个篮子放黑色的桑树 给母亲吃 另一个篮子放红色的桑树 给自己吃 有一天 蔡顺和往常一样去采摘桑树 不一会儿就采满了篮子 蔡顺就高兴地往家走 在回家的路上 不幸与一伙赤梅君强盗 迎面碰上了 强盗们拦住了蔡顺的去路 把蔡顺手中的篮子 抢了过去 本想可以搜点财物 没想到 篮子里除了桑树以外 别的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强盗们很不高兴 正要找蔡顺出气 突然一个强盗发现 蔡顺拿着两个篮子 他很好奇 就问蔡顺说 你采的桑树也不是很多 为什么要用两个篮子 还把黑色的放在一个篮子里 红色的放在一个篮子里 蔡顺没有害怕 他回答说 黑色的是熟透的 味道很甜 是母亲最爱吃的 母亲身体不好 吃它可以充饥 又可以恢复体力 红色的是没有熟透的 比较酸 是留给我自己吃的 蔡顺的这些话 使在场的强盗们都感到很惊讶 这么小小的年纪 就如此懂得孝敬母亲 他们一时没有话可说 被蔡顺深深地感动了 于是强盗们就把蔡顺放了 后来蔡顺的母亲过世了 就在蔡顺最悲痛的时候 邻居家发生了大火 眼看着烈火 顺着风势来到了蔡顺的家里 就要烧到安放母亲棺材的房间了 此时蔡顺根本没有能力 把棺材抬出来 情急之下 她抱着棺材嚎啕大哭 哭得非常的悲痛 就在这时 只见风势突然一转 火苗竟然越过她家 窜到别处去了 事后人们都说 这是蔡顺的孝心感动了天地 蔡顺安葬完母亲后 母亲慈祥的声音容貌 时常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念念不忘母亲 一想起母亲就泪流满面 母亲生前最怕打雷 所以每到雷雨交加的时候 蔡顺都会跑到母亲坟前 跪在那里抱住墓碑 哭泡着说 母亲不要害怕 孩儿就在您身边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小朋友们 你们的小脑瓜里在想些什么呢 蔡顺小小年纪就这么懂事 是不是很了不起呀 虽然她家庭困苦 但她却乐观 坚强 还善于开动脑筋 想一切办法来维持家里的生活 实在太难得 真是一个机灵懂事的小朋友啊 但是在故事中 像孝心感动了上天 转变了风势这种事 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哦 所以呢 遇到火灾时 我们只有一种选择 就是逃生 千万不要留在火灾现场 那样会非常危险的 所以 故事中发生火灾时 蔡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哦 那么 我们应该怎样向蔡顺学习呢 我提呀 最起码 当家里有了像桑胜那样的 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不要自己一个人读下 要请自己的长辈也尝一尝哦 那样 他们一定会很欣慰 很感动的 还会夸你啊 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呢 Ник到了 还会中间 疯独于 3 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